大家好 环宇全世界 我是何荣 我们继续关心在缅甸政变的后续 缅甸军方在2月1号发动了政变之后 国务资政政府失职领导人翁山苏基 现在还是遭到软禁当中 法新社的报导指出 军方在翁山苏基的住所 查到了至少有10支无线电的对讲机 还有其他的通讯装置 所以就指控他是违反了禁出口法 要法办他 现在总统方面也是被指控是违反了防疫相关的法律 这个我要请教赖教授 我们讲有一句话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正好可以形容这样的状态吗 因为政变就不需要理由 然后政变又必须要让大家能够说 他依照什么法 然后就安一个理由 则先抓人再给一个罪名 但是我觉得这个罪名很轻 因为最重也不过就三年 最重三年 但是重点不在于他这个罪名有没有效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说装一个队长机 那么要翁山书记来负责 这讲不过来 因为了不起就是管家来负责 或者是他的安全人员他们来负责 但是所以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只是故意的 但重点就在有没有办法来去解决他的问题 目前我倒觉得根本没有转换的空间 没有转换空间 没有任何空间 第一个缅甸他已经习惯被制裁 也就是他过去金政府的这四五十年以来 他都是在被制裁中活下来的 那他是这十年以来才开放 先慢慢的开放 到完全开放这个民主的选举 那因此呢 如果说你今天美国跟欧洲 要对他恢复这个过去的这种制裁 对缅甸政府来讲 他承受力是够的 这是所以他也不在乎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联合国也没办法对他 实施一致性的制裁 所以就变成又是单独的国家的片面的制裁 也就是说你美国 但是欧洲的国家 每一个国家的立场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制裁的力道也不会等于 那美国也 你看美国没有在第一时间 就说他是政变 你就可以知道美国在这个部分里面 他也一直很担心 缅甸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就更密了 那日本更尴尬 因为日本本来对缅甸的影响力很大 而且投资很多的 投资很多的 然后现在的情况是对日本来讲的话 那他到底该怎么办 所以日本你看他也没有主张要制裁 好 我们再来看 跟缅甸关系好的 尤其跟军政府跟文人政府关系好的 中国大陆是跟军政府跟文人政府 同样关系也很好 印度也是越南也是 所以印度 越南 中国大陆跟日本 你想想看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联合国到目前一致的联合声明都出不来 而且在这一次布林肯跟杨洁篪讲话 谈到缅甸问题的时候 两个人你看完全的立场是不一样的 而且美国说美国的 中国大陆就说中国大陆的 所以你很清楚的看到 联合国的立场不会一样 而且美国的制裁力道也有限 更何况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印度跟日本 日本当然就很困难 但是只要俄罗斯 中国大陆 不理会你美国的制裁 对缅甸来讲 他旁边就是中国大陆 而且石队港的天然气 这个石油就直接都进来了 而且中间的这一些很多的 这种基础工程建设跟彼此之间的贸易 坦白说没有你美国跟欧洲 缅甸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个要去解决处理这个问题 目前看来没有找含空间 没有找含空间 我记得前两天郭教授有分析到 说还是要回到军方跟欧山苏集 如何针对这个僵局 有没有办法谈出个结果来 对 我愈现了僵局就是选举结果 476席军方只选了33席 他能看 那他就要求选举要重来嘛 一年内重选 那欧山苏集当然不可能 答应你全面改选嘛 对 这里就考到一个僵局来说 是不是可以有妥协案 比如说部分地区改选 可是军方要不要同意 欧山苏集要不要同意 就是例如说被军方只扣有 舞弊的地方重新验票 然后觉得有个程序 不是全面的 就是有程度的 这个坦白讲没有人能回答 对 因为这次民众也蛮小心的 军方也蛮小心的 军方并没有上钢到说 你欧山苏集不正当 没有 他只有只碰全局舞弊 然后现在又搞出什么 手机违反进攻 手机违反 所以那个法律层次都是很低的 然后民众也不太敢上街对抗 怕演变成1988那个镇压嘛 所以民众是私底下在搞不服从运动 所以现在就是说 这次气氛真的蛮诡异的 郭教授刚刚提到 这个民众其实在私底下也发起了一些运动 我们看到军方发动这个政变 他现在不是只封城 他也封锁了网路 像你看Blox Facebook把他们的脸书都给封进来 因为那政部长是军方 那这是因为 缅列你知道5300万人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是使用脸书的 虽然说现在在街头上面没有看到这个大规模的抗争行动 不过民众的不满情绪其实可以感受到是一直有在累积当中 那甚至他们也发起一个举三值 这个举三值是什么意思 就是看到其实在泰国之前在抗疫的行动当中也有 那这个呢有人就追溯到说 集合有一部影片Hungry Games Hungry Games里面其实就是代表说这个对权力不服从 雷姐您怎么看 对 其实我觉得它很有意见当年那个颜色革命的那个味道 因为在亚洲各个地方 但是呢我们这次真的要去看的话 由群众去发起的事情要能够推翻现状的话 它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呢是它的正当性跟合法性一定要非常非常高 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就诉求要非常明确 这一点呢在连在联合国的辩论到现在都还是悬而未决的 因为他们毕竟有宪法417 418条 说可以宣布紧急状态由军方接管 虽然很多法律学者都说没有这件事情 因为必须要总统召集 然后才能够去全国接管等等 但是毕竟这件事情在最高的全球的那种场域上面都还悬而未决 所以第一个它的正当性必须要有 第二个呢就是要有群众的大规模的集结 那刚才老师们讲了 1988年的前车之鉴 让他们不会有很明确的大规模的集结 所以网路上的集结本来是个替代办法 现在脸书先把它关掉 网路一封的话没有办法再私下连接 就是像你看我们以前那个Be Water 都是因为你在手机上 网路上可以快速的连接 可以发动一些共同的行动 可以发好使令 所以第一个是明确诉求 第二个是大规模的群众的集结 第三个时常就是你要有一定的武力 像军事 那这次呢刚好你对抗的那方是有武力的 你们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不存在 第四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要真正的去翻盘 必须要国际介入 而在联合国到今天 国际并没有很明确的介入 所以我们应该问的是下一步 就是说如果联合国一直悬而未决的话 谁可以成为其中比较重要的仲裁者 或者是协助者 老师们刚刚有讲过了 当然英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提这个决议文的 他们希望因为它是前宗主国的关系 希望有这个角色 但现在看起来还有另外一个国家 应该是中国大陆 中国不论是在那个原油输油管的关系 中美经济走廊的关系 它有很多很多 在翁山书记刚上任的时候 对它的善意 所以它是一个可能性 它两边都熟 对 不过像雷姐刚刚所提到 联合国也表达他们的立场 针对这场政变 联合国的缅甸特使伯格纳 他就敦促联合国要表态 联合国安理会呢 虽然这个召开紧急会议 不过像刚刚提到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也要求要更多的时间来审查 所以我想请教郭教授 它会不会变成一个 这个国际角力的一个场合 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有否决权 而且它是召开比较大型的 就是安理会国都可以进来 就有15国 那申明就做不出来嘛 那个昨天 亚洲其他国家也没有完全同意 不同意 日本就不命自产嘛 亚洲国家没有同意 事实上我们上礼拜有谈到嘛 那个美国最大投资 第一个是新加坡 第二个是中国香港 第三个就是日本 那最大经贸国家是中国嘛 那RCEP有互不干涉内政的默契 所以他们不方便讲话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 我昨天就看到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如果美国真的要去抵制军方 那最大获利者还是中国了 对 他都承认了 然后他也认为说 其实中国也感到有点苦恼 因为他跟温三书记 培养的这几年的关系其实蛮不错 那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变数 所以我坦白讲我会觉得 好怕中国他会私下去运作啦 因为他可能是唯一两边都熟的外国啦 唯一 他跟军方也很熟 那跟翁山书记也有相当熟 然后他也比较有筹码啦 所以很可能私下运作 可能要看中国能不能提出一些什么样的 对 我补充一点 我觉得英国这次单 因为他是轮值单约安理会的主席 我觉得英国在这一次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怎么说 因为他是一个闭门会议 因为这次一开始就定调闭门会议 刚刚雷倩也一直在强调 就是既然是闭门会议 那你就 那就是表示有很大的分歧 要尊重闭门会议 要尊重闭门会议 就不能够把消息往外泄 那么同样的道理 你今天英国你是闭门会议的主席 那也就是各国要在里面交换一件 结果你在闭门会议召开前 你把你的草案 也就是说你是轮值国主席 你自己先拟的草案 泄露给自己的同国的媒体 然后泄露给自己同国的媒体 而这个媒体一登出来 人家一看 你在搞政治炒作嘛 那也就是说 你英国想用中祖国的关系 然后想要主导这一次的 这样的一个闭门会议 然后主导内部的声明 然后如果说最后出来的不是这样的 然后就把这个锅甩给中国大陆跟俄国 谁买你这个单啊 所以我才会说 第一个你英国已经不是一流的国家了 你已经是二流的国家 然后你却还活在过去以为还是 日不落国的那种大国的那种幻想里面 然后又想搞这个外交的权术 你根本不是想解决问题 你是只会把问题搞得更复杂 所以这一次整个闭门会议开完了以后 你看大家不欢而散 弄得一大无头 这个就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国家的连外交的技术能力 已经很 已经也是二流的了 我没有看过有一个这么老练的一个 英国在过去外交上的一个 算是很老练的一个国家 怎么会堕落成为这个样子 这我也很惊讶 不过顺着这个赖教授讲了 就是还是要回到缅甸的内部 他自己处理 不管是军方跟沃山书记 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权力共享 您观察后续的可能 我觉得权力共享这个部分 刚刚正亮有引导一个方式 我觉得这个方式不排除它有可能性 也就是说 因为这一次军方确实颜面难看 因为军方他是全力支持反对党 反对党败得这么惨 军方提出来的逻辑是说 你的执政这五年的绩效并不是很好 按照整个民主政治学的发展来说的话 你第二届的执政通常是选票 比第一届还差 你怎么会逆向第二次选票 比上一次还好 所以你一定有选举舞弊 人家就问说 你要把选举舞弊的证据拿出来 他也不需要 他说美国川普就是这样子 美国川普就是你民主党就是选举舞弊 所以美国的民众也去占领国会 那你为什么全世界没有人制裁美国 安理会为什么没有紧急召开会议 来去制裁美国 然后你为什么英国欧洲国家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说 我今天要制裁你美国 也都没有啊 标准不一嘛 那这个时候对于他们军方来讲的话 他觉得你这些欧美的西方国家 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川普也没证据啊 所以大家 然后现在的川普穿粉 还认为就是选举舞弊啊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下 我为什么会说 尽量提出来的一个引导 我觉得是或许是可行的地方 就在于给军政府一点颜面 那也就是说在有争议的这些地方 然后重新开票 那开票的时候呢 就突然间发现确实选票不合 我特别不想 要走这条路的话呢 第一个军政府就要先让 因为他现在是行政立法司法 都已经接收了 所以你得要把司法放独立了 让司法独立来仲裁说 什么地方的选举 可能有问题什么票 所以军政府得要先退一步 那谁会让军政府去退这一步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周边的大国 我觉得影响力是最大的 对 OK 好 还是要取信以明 毕竟人民现在也在反弹嘛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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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